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早餐我们家做自制牛肉面 想要早上就吃上一碗牛肉面 前一天的晚上就要开始做好准备了 准备一块牛腩肉 当然现在是买不到牛肉的 这个也是我们家冰箱的存货 给它切成大块 这样吃起来更爽 全部切好了之后下锅焯水 冷水下入牛肉 开大火烧开之后打去血沫 血沫打干净了之后把牛肉捞出备用 接着准备烧牛肉的香料 葱段 姜片 白蔻 小茴香 香叶 桂皮 八角 花椒 这些也都是比较家常的香料 接着把锅烧热 倒入菜籽油 下入焯锅水的牛肉煸炒一下 牛肉在炖之前给它炒一下 肉会更香 把牛肉的表面炒到微微的发焦 然后下入准备好的香料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开着小火一起炒 一直把香料和豆瓣酱炒香 接着加入一勺白酒 控制香味 再沿着锅边 揉揉生抽 继续的煸炒 然后加入清水 水量要多一点 我们直接用铁锅来炖 炖的时候会蒸发不少的水分 再加入几个大蒜子 白糖提鲜 老抽上色 汤烧开了之后关成小火 盖上盖 煮上一个半小时 戒盖之后 用漏网打去里面的香料渣渣 然后就盖上盖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下面条的时候 把汤热一下就好了 下面条的时候水要多 这样面条就不会糊了 想要口感更好一点 就过下凉水 再一人煮一个水波蛋 然后我们在碗里面调味 放上青蒜花 盐 生抽 香油 浇上牛肉汤 家里的小朋友不能吃辣 就用昨天炖的排骨汤来做面汤 放上面条 然后尽情的放上牛肉 好了 我们家开饭了 爸好有心 你走 快去尝尝吧 你妈妈回来 你尝尝 这个就这么了 怎么吃 怎么吃 一点点了 一点点了 你能成熟多猪吧 能成熟多猪吧 你吃吧 喝点 你快吃吧 你不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